好 奴才离开院尚书何声 叩见皇上 走近点来 师父 朕 皇上 近日奴才在琉璃长古玩铺 购得宋朝苏东坡古宴一方 孝敬皇上 好 东坡宴 快快快 闯闯来 好 皇上挺郁的 东坡之宴 是的 我只见过宫里藏宴的东景丛星 像这样的素星雕龙 朱沙雀眼 紫袍金带 实属罕见 可谓是传世之珍宝 皇上是你 万岁乃国王今来第一文才皇帝 如今有了这东坡古宴 必定更加文才飞扬 这将传为千古佳话 不计划 呀 好 季协士 你好像有什么话要说 真是天下室 什么也瞒不过皇上的盛眼 万岁 能否让臣也看一看这帮古宴 宋朝第一才子之物 当然得由我大清第一才子来鉴定了 来 上来上来 来 谢皇上恩典 谢皇上 姬先生 你可不要看左眼 我请教皇上 此言确实东坡一物 臣大胆禀告皇上 此宴乃宴品 姬先生 你可不要信口此皇 皇上 您请看 这宴台的内册 刻有得笔专须四个字 嗯 这上面的确有 这四个字 专须乃上古三皇五帝之一 您那就对了呀 这正是苏东坡献给 宋氏皇帝的宋泽 这有什么奇怪的 可是 东坡先生一生效忠宋神宗 神宗皇帝的名字叫赵旭 是问东坡先生 怎么可能把皇帝名贵中的一个字 刻在这燕台之内呢 姬小兰言之有理 臣子必会天经地义 燕有地名必是燕庭 不 季先生 靠大爷 你真是 真是具有一双慧眼的 佩服佩服 佩服 谢何兰宽 何某真是惭愧啊 皇上 您看这儿 有异色 您看 您看这儿 好 障眼法的雕虫小技 皇上真是慧眼如炬 原来您早就看出来了 这是后人在上面烧了一层风泥 为了保护古燕 是的 是的 皇上圣兵啊 这样一来 皇上是还了奴才一个清白呀 否则 是 一阵之间 这的确是东坡之物 季晓兰 你这回可看走眼了 何兰 这泥风是你自个儿烧上去的吧 雕虫小技 这你怎么看不出来 何兰 你这是故意给我难堪 你这是自找啊 皇上 臣季晓兰学业不经 鱼目混珠 险些迷蒙了皇上的圣言 请皇上恕罪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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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想追究你差点冤枉好人 不过和珅 进献古燕有功 我赏你皇马褂一袭 你替他穿上去行吗 谢皇上龙恩 谢皇上 谢皇上恩典 纪大人真是委屈你了 他就给何毛穿上吧 皇岸罐 皇上刚才说 你给我穿上 皇上 臣想起来了 我还有一事要禀报皇上 起来 臣昨天在琉璃场也看到了一件东坡之物 是哪家古玩店铺 这么巧啊 是是是一个小摊子 不是什么店铺 除了我没人知道这是东坡之物 除了我没人能找到那个小摊子 如果臣去迟了 怕有人把这东西买走 那可就成了千古的汉室了皇上 你可看那真妾一清二楚 回皇上 现在东坡遗物大都已经绝迹了 就是农才竞献的这方古宴 也是花了十年的功夫 踏破了琉璃场的门槛才寻得的 哪那么容易啊 这分明是季香兰的脱身之计 基本他想走 也跟起皇上 先让他给奴才穿了皇马褂再走 季先生 请了 穿上皇马块给我 是 皇上 臣怕夜长梦多 万一这宝物被人够去了 那皇上您敢就看不见了 一个静晓岚哪 朕现在就令你去够取东坡之物 但是你要是空手而归 臣 臣愿为何大人更衣脱缺 真的 好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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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皇上 不过 皇上 就这么让他走了 你看奴才这事 要是这个季晓岚也能像你一样 为朕构徐剑东坡之物 朕就心满意足了 只要皇上高兴奴才这点事算什么呀 皇上 你真是慧颜如雪呀 这个不错 季先生 这个不错 季先生 你不是说我陪我出来玩的吗 你怎么满脸愁容的 你呀你就知道玩 你知道吗 皇上向我现期要苏东坡 要苏东坡 是啊 那个讨厌的和珅 给皇上找了一件苏东坡的古宴 皇上爱不释手啊 我知道了 原来你也是出来找古宴的 我跟和珅打了赌 我也要找一件苏东坡的古宴 东坡的东西献给皇上 就在这种乱糟糟的地方 你想找到苏东坡的东西啊 是啊是啊 这京城的古宴殿呢 大大小小我全熟 别说苏东坡了 连苏西坡也没有 这下我惨了我 你知道吗 我要是找得到苏东坡的东西 我明天就得给和珅更衣脱靴 你要给和珅更衣脱靴啊 是啊 那你的手上就会有和珅的脚臭味儿了 你说 我纪晓兰是不是宁肯把双手剁掉 我也不能给和珅更衣脱靴啊 对啊 那才是我心中的纪晓兰嘛 去 闪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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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和大爷来了 小月姑娘 咱们真是有缘啊 对啊 就是有缘啊 怎么样 看成什么了 哇 喜欢什么我买来送给你 好啊 那我就谢谢何大人了 来 这边看看 何大人 这个不错啊 我喜欢啊 这是假的 假的 老板啊 你这可是件宝贝啊 啊 先生啊 你跟司机看看 可没看到脸啊 哎呀 我怎么能看走眼呢 这是苏东坡用过的东西啊 是吗 啊 好 好 难得 难得 季先生 太难得了 季先生 季大人 何大人叫你呢 何大人该死 该死何大人 不知道何大人到来真是有眼无珠 有眼无珠 季先生 不要转弯幕讲的慢荷蒙 不敢 不敢 刚才先生专心致志的在看什么呀 什么宝贝啊 没什么 没什么 小月 你还不陪何大人去逛逛街 对了 何大人 刚才不是送我东西的吗 走啊 那快请吧 请吧 何大人 季先生 告辞了 告辞 何大人 何大人 快点啊 好 好 我这就来 这就来 老板啊 这件东西我要了 啊 这是苏东坡用过的鼻息 我出五百两银子 呃 我现在没带钱 好 好 我去给你拿钱 东西给我留下 记住了 我叫季晓兰 这是季大人哪 这我哥也得说真话 这是假的 嘘 真的假的 我还不清楚吧 好 咱们闲话少说 我去取银子 谁要也不给 好 给我留着 一定 记住了 留着 我这顶乌纱帽 可全指着它了 一定 一定 告诉我 来 这么多 我看了眼睛都花了 怎么样小学姑娘 看中什么了 我全部都看中了 那好 那我就全部给你买下来 好啊 那先谢谢何大人了 多不必喜 我真让她找到了 我真让她找到了 你没有看走眼 没有 没有 季晓兰啊 我会给你拿钱了 不加五百两拿 行啊 季晓兰 他真让你找着保了 你想讨好皇上 想免去为我更衣脱靴之辱 何某人来个极足仙灯 小月姑娘 你和季大人配合的 真是天衣无缝啊 何大人 您一定是误会了吧 大人大人 大人大人 就是这件有件 刚才那位先生看中的 就是这个物件 对对 这个笔戏我要了 这笔戏不买 你说什么 这是季先生订好了的 他给你多少钱 五百两吧 我给你八百两 银票 老板 老板 银子 何大人 你也看上此物了 是的 真是巧了 我已经买下来了 季先生也看中此物 我跟老板说的就是这个东西 老板来 我买两银子 慢慢慢慢 我刚才已经把它买下来了 此物现在归我了 这不对啊何大人 你怎么能跟我跟我抢东西呢 不能这么说话嘛 那 我当时买的时候 并不晓得你已经看中了 这 老板 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 我跟你说过我去取银子 这东西已经我定下了 不能给别人 那银子 收下 把东西给我要回来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这种买卖已经成交 岂能反悔 我 季先生 告诉你 何大人 您这有点强买强卖 谁让你不揣着现钱呢 缩脱乌龟 你骂我呢 那您说我骂谁啊 我看你连和声音跟寒毛都不敢碰 自己看中的东西又被别人掐走了 是 是 咱回家吧 来 换银子拿来 季先生 明白了 这趟琉璃厂 腿都溜酸了 恭喜大人够得宝物 总算不许此行 刚才没来得及看 这回要好好看看 好东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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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说我够的什么 保护我大人 瞎了你的狗眼呢 蠢奴子 这是厌品 厌品 假的 小的实在是不知道啊 啊 好 好 既然你认为是宝物 那就送给你了 小的拿的没用 没用 当台鱼总可以吧 当夜狐总可以吧 谢大人 谢大人 就这么走了 那八百两银票 小的这就拿回来 去要我来 算你聪明 接下来行 行行行 这回合我算灾了 可是明儿 我看你拿什么进献皇上 来 五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安心平身平身 谢万岁 金小兰 东坡以宝太来了吗 朕等着瞧那 好 启禀皇上 臣听说何大人昨天又得了一件宝物 是东坡先生的真品 也要呈献给皇上 那就让何大人先来吧 何大人 何爱卿又得了一件东坡真品 哎呀 快乘上来让朕欣赏欣赏 不是皇上 我 小兰 我哪里有什么东坡真品 又如说八道 何大人 昨天我可是亲眼看见 你买了一件东坡先生的真品 水天一色的笔戏啊皇上 你还舔着脸说 昨天你分明是你笔戏 水天一色的笔戏 那必是传世的佳品 何爱卿 快乘上来让朕欣赏欣赏啊 不是 回皇上 他是这样 这个技巧呢真是狡猾无比 昨日在琉璃场 他硬是引用奴才上了个大当 奴才花了八百两银子 买了一件宴品 惭愧 鉴定古董你也算是行家了 居然也会上当 很有趣啊 只害得朕白白的高兴离场 皇上 您也别太失望了 您怎么忘了 季小兰 不是答应 要献给您一件东坡珍品吧 呵呵 季小兰 你可不要忘了 为何某脱靴的承诺 我没忘了 那是季小兰 你答应朕的那件东坡之宝 带来了吗 嗯 启奏皇上 臣带来了 哦 这是何物 不可能 接下来 别以为在琉璃场和某一时走了眼 这满朝文武当中 懂得古玩的也不少 啊 只要 有一位大人 说你带来的这东西是赢品 这欺君之罪 可不是闹着玩的 嗯 谢谢何大人提醒 嗯 皇上 臣带着东坡之物货真价实 在朝的各位大臣 如果有一人说他是假的 臣 愿为何大人脱靴子 好 这个是你说的 只要季小兰 把那东西拿出来 我们就说它是赢品 放心 咱们一定会帮何大人 出这口气 嘿嘿 季小兰 呈上来吧 遵旨 皇上请看 东坡肉 哎 何大人说 这口气 这口气 嘿嘿 季小兰 呈上来吧 皇上请看 东坡肉 哎 何大人说 对了 正是东坡肉 嗯 嗯 禀大人 福康安大人到 可不可以有请 是 何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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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又生谁的气了 哎 问题了 你先坐 不会是季小兰吧 不是她还有谁 那天在琉璃厂 她害得我花了八百两银子 买了一件宴品 她呢 弄了一碗东坡肉 居然蒙魂过关 皇上还夸她 你学巧思 我能不生气 凭着这个季小兰搞风搞雨 我们拿她没有办法 可这一回 我可以祝大人一臂之力 没那么简单 谢谢你了 这个季小兰 比泥球还滑 闹不好啊 抓不着鱼 翻弄了一手泥 大人 您请看 石头记 这是什么书 此乃一部反书 是我刚刚搜到的 反书 此书又名洪楼梦 洪者朱也 正是暗喻朱氏明朝 书中亦有反轻复鸣之意啊 书中亦有反轻复鸣之意啊 就这么挤 这不书好像没写完呢 大人 写书的人叫曹雪芹 这原稿 在她临终侍女湘芸手中 湘芸 湘芸到处大厅 季小兰的住处 我猜她一定想把原稿交给季小兰 可季小兰能收下吗 大人 这部《红楼梦》乃古今第一部奇书 季小兰若是一睹 必定爱不释手啊 到时候一定会私藏这部书的 老弟 你可给我送了一粒宽心玩啊 石头季 红楼梦 好戏 开场喽 好戏 开场喽 先生 喝茶 好 好戏 阿姐 你知道吗 昨天我们在琉璃厂 是怎么修理和珅那个狗官的 笑死人了 好笑吗 先生不仅让和珅出了丑 今天啊 他巧用了一碗东坡肉 就免得给和珅更衣脱靴了 是吗 不好笑啊 先生认为好笑吗 啊 你们在说什么呀 莫丑认为 先生不应该以和珅为敌的 可是像和珅这么大坏蛋 就该好好地修理他 才让他知道我们季先生的厉害啊 没错 和珅是个大坏蛋 可是一旦他瘦肉 一定会报复的 怕他什么吗 比文的 他比不过我们家先生 比武的 他比不过你阿姐 再说了 还有我杜晓月呢 先生一生的抱负 满腹经论 正要辅助皇上 造福人群 如今就为了和珅 这样一个小人的冒险 值得吗 先生为了要逞一时口舌之快 而万儿本身的重任 莫愁是还太失望 阿姐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先生啊 啊 莫愁的话有道理 阿姐骂先生 先生还说阿姐有道理 我季晓岚很久都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 先生 君子是永远斗不过小人的 莫愁 谢谢你 你的话 我会铭刻在心的 我会铭刻在心里 你自己是否会铭的 你不想宁明 有你不想宁明 你不想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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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宁明 你不想宁明 两位爱卿 这次朕陪着太后去泰山 朝礼的事就请二位多费心了 奴才等干部鞠躬惊罪 有几件反书案必须立即查办 又有反书了 对 一是徐树葵反书案 此人在诗中公然说明朝七震天一举去青都 什么 朕明白这是要复兴明朝去我大清 怎么不查办 之后 皇上 还有丁文斌反书案 余腾交反书案 红楼梦反书案 红楼梦 是的 此书以红欲诸 将我康熙雍正二弟 骂得替吴完夫 恶毒至己 福安 在朕返京之前 你要把这些案件全部查听 之后 翻藏月传钞 刻印销售者一律拿下 皇上 皇上 朝中个别大臣也牵扯其重 你们奉旨行事 大臣涉案的业余立大像 绝不宽待 罗才遵旨 来 先生 太后来了 小月 你不是有东西要送给太后吗 快去 哦 小月拜见太后 月了 哀家正想着你呢 太后 这是给您路上用的 好啊 难得你这个小人啊 还有这份孝心 来 来 来 起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难道 姑娘 姑娘 你看看这个 明朝 没有光的手机 我也不是几个字 姑娘 您真爱开玩笑 你手中的扇子 是八大山中的天啊 嗯 这是他弟弟送的 八大山 弟弟 谁啊 九大山人 九大山人 姑娘真爱开玩笑 官兵 官人 官人 官兵 官人 快快快 站住 这把官兵走狗真欺负老百姓 官兵 快点 别跑 跟我来 你走啊 快点 躲里面 快点 追 快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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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站住 找我吗 那你跑什么 我高兴跑就跑 谁规定不能跑的 大哥 追捕药犯要紧 再让碰上吧 绝不饶你 走 全部都是酒囊饭袋 那群酒囊饭袋 全部被我打发了 姑娘 你可以出来了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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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儿呢 你要吓死我 多谢姑娘大救之恩 姑娘 他们都被我打跑了 你可以放心回去了 姑娘 我现在回不去了 他们肯定会一直找到我的家里 那 你跟我走 在我那儿住几天 不不不 我不敢再烦劳姑娘了 这是他们像恶狐一样铺的 是我手中的这个包袱 所以我想请姑娘 带我保管几天 这 不是 这里面什么静细软 哦 要不然是什么脏银杂款 不然这些棺材为什么追你呢 都不是 只是一幅画 画 好吧 我爸 我不爱保管 谁教我喜欢画呢 谢谢姑娘 少女这里有理了 三天以后 在细枝门外 亮马桥我取包袱 必有重谢 我可不是为了重谢 才管这个闲事 我知道 交给我吧 那我就三天之后见了 好 好漂亮的清晰蓝草图啊 嗯 我就喜欢蓝草 有人说姐姐有蓝草原 姐姐你是不是有喜遇啊 刚才那位是不是公子啊 什么公子啊 她也是个姑娘 哎 就是不知道她家里 是不是有什么变故 哎呀 管她有什么变故呢 既然姐姐喜欢这幅画 就在墙上先挂几天再说嘛 嗯 好啊 墨仇对蓝草 蓝草对墨仇 对啊 谁啊 两位姑娘 大明外边有位姑娘家 找老爷 怎么又是女的 你不会告诉她 季大人不在家吗 我说过 季大人在礼不义事 不在家 她那姑娘说不见季大人 她不走 我去打拨她 看她敢不敢承认我们季大人 哎 晓月 晓月 哎哎哎 这位姑娘 你找谁啊 我是来找季大人的 你又不认识我们季大人 可她也非妻非故的 以后不要再到季府上来纠缠 明白吗 我是有中楼戏剧来找季大人的 你有什么事啊 哎 怎会是你呢 哎 这位姐姐 是你那天在那儿救了我 我还有一幅画在你那儿呢 哎 快过来说话 晓月 赶快到门口看看 有没有人跟着这位姑娘啊 哦 来 进来说话 嗯 哦 姐姐 你是季府的人吗 是季夫人吗 哦 我不是季夫人 我是一些朋友 从外地来的 所以就住在季府上 请坐 哎 那刚才那位姑娘呢 她是我妹妹 所以有什么话 你就尽管放心地说 哦 你是不是想要回那幅画 哦 我身上药紧的东西要交给季大人的 那幅画也是交给她的 季大人看过东西就会明白了 可是很不巧 季大人在礼部一室 不知道何时回来 哎 如果姑娘放心一下 就把它交给我吧 姐姐是好人 想不到约在季大人府上遇上 你又是季大人的朋友 我没有什么不放心的 嗯 那请姑娘留下姓名 好让季先去找你 告诉季大人 到香山黄叶村 来找曹雪芹 谢谢姐姐 想你先告辞了 慢走 嗯 嗯 嗯 烂书 大烂书 真是浪费笔墨 哎 先生 哦 莫丑啊 有事儿吗 这么晚了 先生还在工干啊 哈哈 我奉旨修嗣库全书 哪敢歇着呀 哇 这么多书啊 先生会不会看花眼了 哼 这么多书啊 好的少 烂得多 哼 真是污了我的眼睛啊 哎 如果我给先生一部好书呢 你呀 嗯 你大字不识几个 你哪来的好书啊 好不好 我说了不算 要天下第一大才子 季小兰 说了才算呢 哈哈 好好好 真会说话啊 那我看看 嗯 官先生看了也说 是本好书呢 那 那我就书给你一把好箭 先生说话算数 哎 一字千金啊 这本书啊 可是人家送上门的 啊 哦 上门送书啊 嗯 而且人家还说啊 这本书呢 只有天下第一大才子 季小兰 才能欣赏咯 上门送书的片子 可不都这么说嘛 嗯 哎 给你使了钱了吧 不但英文钱都不用花 而且啊 还有一幅画 所谓的好书送逝者 好画送邦家 哦 这怎么跟咱们相口那个 卖切糕的说话一个口气啊 那先生看了就知晓 好 好 我看着莫愁的面子上 嗯 先放在这儿吧 好书 这真是一幅好书啊 哎 我季晓岚凭什么没扶过谁啊 这个我算是五体投屁了 曹雪芹 曹雪芹 莫愁啊 那个送书的人叫什么名字 他叫曹雪芹 是个女孩子家 啊 女的 嗯 女的 这可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女的 就算是李星照投胎转世 也比不过她的文采 哎 她住哪儿啊 啊 怎么了 哎 你明天一早啊 带我去见她 明天一早 嗯 嗯 怪不得 她说只要先生看了几页她的书 就一定会想去找她 哎呀 我恨不得现在立刻就能见着她呢 嗯 先生会不会因为曹雪芹是个女孩子家 所以你就更急着想去见她了 哎哎哎哎 哎哎哎 你看你这是哪儿跟哪儿啊这是 哎哎 哎 哎 冒着 我给你讲个故事 哦 你就明白了 是不是才子佳人的 哎 这可是天下第一大才子和第一大家人的故事 男的呀 叫 贾宝玉 女的呢 叫林黛玉 哎等等 先生 嗯 我把小月喊起来一起听 太可怜了 嗯 那后来 后来那个可怜的待遇怎么样了 后来啊 后来我不知道了 你不要卖关子快说嘛 我不是卖关子是书没了 那送来就这么几页 后边的书呢 一定是在那个曹雪芹的手里 那曹雪芹又在哪儿呢 啊 我想起来了 在乡上的黄叶村 哦 好啊 那明天我陪先生去找他 好 季先生 乔夫说的就是这家 走 我们是不是找错地方了 我们是不是找错地方了 奇怪 这儿好像没人住啊 啊 季先生 曹雪芹已经死了 哎 我原以为 可以和她银石作对共饮一杯的 现在只能是遗憾 她要是死了的话 昨天送书那个女人是谁啊 对啊 季先生 我看我们还是走吧 我怎么在这儿待着 一股凉气脂肪上冒 送书的女子和曹雪芹是什么关系 不管她什么关系 她怎么不住在这儿啊 也许啊 这正是她给我们留下的谜 谜 谜 什么谜啊 你怎么来了 哎 也许啊 这就是那个谜 谜 你怎么来了 哎 也许啊 这就是那个谜 你 季先生 别来无恙 不看安大人 你在这儿埋伏了多久了 我奉皇上秘旨 逮捕反清复明的叛党余孽 你这个理由啊 我听到耳朵都长了奖子了 难道这个死了的曹雪芹 也是什么叛党吗 曹雪芹写了一部反书 留下一幅反话 流毒甚广 祸害无穷 皇上得知此事龙颜大怒 现在下旨彻查曹党 听见了吧 咱们俩也成了曹党了 来这儿就是曹党啊 这儿不是名山谷叉风景圣地 你们来这儿干吗 我们 我们想买这房子不行啊 对不起 有人目睹季府上的莫仇 与曹雪芹的临终侍女接头 传递包袱 如今又在匪朝出没 季先生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我没什么可说的 我知道了 那个女的是你们安排的 你们想加害季先生 小悦啊 你总算是后知后觉咯 季先生 那是我害了你了 没关系 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那就请先生上车吧 谁敢动 杜小悦 拒捕就是抗旨 走 谁敢来送死 小悦 上 季先生你快走 小悦 你快走 你快走 小悦你快走 快去找皇上 快 小悦你快走吧 再不走我也完蛋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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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悦 快走追后来 是 快走 阿姐 阿姐 小悦 阿姐 怎么你回来 季先生呢 季先生 季先生 季先生怎么了 你别急 说清楚 季先生被抓走了 是谁敢抓他的 就 就是那个福康安嘛 他为什么抓季先生呢 就是为了那本书 他说那是本本书 是我不好 我不该让些人看那本书 看那幅画的 阿姐 你快想想办法救季先生 就怕有人借机落井下石 害我们季先生 太后和皇上都不在京城 那个福康安会为所欲为的 是啊 那个福康安 占着他跟皇上的关系 恨行天下 就连和声都要让他三分呢 龙游潜水遭瞎戏 虎落平阳被犬欺 我们先生 就是被那条疯狗在欺负 晓月 我们赶快把红楼梦收稿 跟那幅画移到别的地方 对啊 在时就来不及了 快走 阿姐 你进来咋家的事 晓月 你等我 又是你 不错 好 杜晓月 刚才就便宜了你 看你现在往哪儿跑 你敢怎么样 晓月 你不要乱来 这可是祭福 你们不要太放肆哦 我看看奉旨行事 搜查反书反话 违抗着格杀勿论 搜 谁敢乱来 再跟组办公差 我就不客气了 晓月 你听我说 阿姐 我不能让他们乱来 让我搜 这些也不是个怕事 吃过躲不过的 好 痛快 给我搜 满指荒唐言 一把心酸泪 都云作者痴 水解其中味 好诗 好诗 好诗啊 我就知道何大人会来看我的 经文季先生下了天牢 何某特来未未 是啊 季晓岚入狱 这样大快人心的事 何大人怎么能不来呢 季先生入会了 何某天的这个消息 立刻前往刑部打探 以图营救之策 哦 季某想知道 何大人 您这营救的办法 想出来没有啊 难 真的是太难了 刑部说了 说这件事他们管不了 是福康安奉皇上秘旨行事 是呀 连何大人都救不了我 那我算是死定喽 实不相瞒季先生 为了《红楼梦》这本书 皇上龙颜大怒 皇上说了 凡是藏欲传钞客印销售者 一律下欲问罪 你看这事 让你继续是给撞上了 你看 哎呦 真是可悲 可态 可恨 可恨 好大人 皇上也看了《红楼梦》了 啊 这藏月 他可占了个月子 那皇上也该夏天了好吗 不许胡说 皇上根本就没看过 哎这我就奇怪了 皇上都没有看《红楼梦》 他怎么知道这是一部反书呢 怎么会下旨密查呢 这这 是你举报的吧 是又怎么样 这是我们做陈下的责任 这本书明摆着反清复明 不进行吗 何大人 季晓岚我奉旨修四库全书 天下的书少说我也读了一半了吧 哎 我怎么就没有何大人这种觉悟 我怎么就没有看出 它是一部反书呢 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 你别老拿着玩逼逼画画的 我问你 这一篇文章好还是不好 一部书是不是反书 究竟是皇上说了算 还是你说了算呢 你再想想 你围观这么多年 你老惹皇上不高兴 至今 很少有机会晋升吧 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吗 这个 这个 我倒想求教一个何大人 喂 你早这么谦逊斯文 何至于落得如此地步 是是是是 何大人 那你看 我这病根到底在哪儿呢 真想知道 真想知道 那把这玩意儿先拿开 听我说 你的问题就出在你总是自作聪明 当然 你要自认为比我聪明是吧 何某从来不计较啊 不会计较的 但是你要是认为自己比皇上还聪明 你比皇上还高瞻远瞩 还入目三分 还慧眼如炬 还敬畏分明 那你还算是真聪明吗 你这叫聪明反辈聪明物 你这是玩火呀 你还想火中取利 那能不引火烧山吗 听何大人一番话 圣读十年数啊 时至今日我也算明白了何大人的围观之道了 何大人您既然道行这么深 那叫我如何走出这水火天牢呢 这事说难也难 不过说容易也容易 嗯 这么着 你只要把曹雪芹的那幅圆画 秦夕兰草图 交出来 我可以到皇上面前去周旋 哦 怎么说何大人认为画上的提诗是反诗了 当然 时逢三五便团圆 满靶青光护玉兰 贴上一轮彩捧出 人间百姓仰头看 知道 这说的正是家家销管护护声歌 当头一轮明月飞踩宁辉 曹雪芹借月舒怀 一颗赤子之心 沸腾于斗牛之间 接吏于云霄之外 这丝毫也看不出什么反译啊 说完了完了 可皇上不这么看 皇上认为这首诗 写的是明月在天清光谢地 这不明摆着暗欲反清复明吗 这简直是强词多理 季晓岚 简化不能口无遮拦哪 你刚才是在说谁啊 说谁 说你 别是在说皇上吧 要不要 我当场给你笔录下来 你在上面画个鸭呀 何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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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这是拨弄其间 要送季某上西天哪 记下来 你也别光说我 想想你自个儿 想当初临清洲查药方一案 何大人 你差点要了和尚的命 宠心积虑 蓄谋已久 公报私仇 嫁祸亦 何大人 你真的要 置季某一死地了 行了行了行了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 不过话要说回来 何某即便有这份心思 我也没这个胆量 我只不过是替皇上办事而已 是是是 季某真是茅塞顿开 会之晚意 晚意 晚意 何大人 您念在季某一贯忠诚于皇上 要是初犯 能否 忘开一面 难呢 太难了 可是我相信 何大人您一定是有办法的 别别别别 事到如今你别给我带高峰 何大人呢 何大人 何大人 不是不是 我跟你实话实说啊 如果这件案子 紧紧关乎钱财 那我和尚花点银子打点一下 没事了吧 何大人 可这件案子非同小可呀 不是不是 事关社稷安危 何大人 而且还惊动了皇上 何大人 何大人 不然哪 太难了 没辙 发事情 ój other 不是 操作 有annah 最爱知道 少择二十天吧 何大人 你还让我在这儿住这么长时间吗 那有什么办法呀 可是我这 无法如山哪 何大人 你 你 你大人 他只有委屈你一下了 这个鬼地方 也是够委屈你的 你瞧瞧这 睡在这个地方 来人 牛 给季大人再哭一腾稻草 是 要不然晚上会冷的 对 会很冷的呀 是 那我就走了 自个儿多保重 多谢何大人厚爱 何大人您慢走 好 哎 哎 何大人 您吃化霉吗 什么化霉 化霉 化霉 我何神只养八个儿 不演话 杜晓月 我今天白天就便宜了你 再敢组办公差 我绝不轻饶你 那你该怎么样 小月 先生的书比什么都珍贵 哪可以让这种狗爪子乱抓 纪晓月介修似乎全数为名 搜藏反书 我见识她已经很久了 继续搜 你们谁敢动 小月 您一定要冷静啊 阿姐 先生是没有看到人家抄她的家 看到的话她也冷静不了 你们两个年纪轻轻的 就中了纪晓月的毒害 实在是可惜啊 如能幡然悔悟揭发纪晓月 我对你们都有好处 福大人算是 纪大人现在坐牢了 我们姐妹俩不知道怎么救她 请福大人只说一条迷路 好 纪晓月有什么反书反话 你们能给我交出来 我一定网开一面从宽处理 福大人说话算数 阿姐 有什么话就说吧 我看看一向是一言九点 那福大人要的书是什么书 要的话是什么话 当然是反书反话 书是红楼梦 画是秦西兰草图 大人可知 什么是反书 他为什么是反话呢 文华殿大学是和尚说他是反书就是反书 说他是反话就是反话 原来是你向何大人向皇上打个小报告 拿他当棍子来打我们家纪大人的 好厉害的丫头 就算是被你说中了 可纪晓月也押入天牢 谅你也无计可施 算你狠 我们来谈个交换条件 我将红楼梦跟七夕兰草图交给你 你把仙人交还给我们 那我要看看是否有真货 我让你看 原来你们也是从打的 远是不讲秀的畜生 来人 你抓起来 下面拷问 怎么办 打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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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晓月 我看你们还是束手就擒吧 要不然 你们将永远见不着季先生 是 是 阿姐 就让阿姨得奖 我没啥可怕 把这反书反话 把这两个乱当 把我带过去 张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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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大人也在这儿 张公公 张公公 公公来此以后对战 是 皇上口谕 让杜晓月 听旨 杜晓月 公公 我被他们抓着 没法下跪 这 大人 这 杜晓月 听旨 皇上口谕 小月 进贡太后之画梅 深得太后欢喜 太后 信信山东 车马劳盾 权杖小月画梅 提气 养神 嗯 太后喜欢 这两天 太后 把画梅都吃光了 直运车 皇上心急 要小月 速再进现一批画梅 公公 您叫太后别指望了 这画梅没了 你说什么 这画梅是我跟阿姐一块儿炮制的 这个服刊大人 把我跟阿姐都抓了 一会儿我们俩要去坐牢 哪有时间炮制画梅 大人 太后运车 什么也吃不下 只有画梅才开胃 皇上是大孝子 事不宜迟啊 好吧 杜晓月 皇上叫你坐 你就坐吧 谢谢皇上 谢谢皇上 阿姐 我们又可以泡制画梅了 不行啊 师父不在 师父 嗯 什么师父 做画梅的 我们两个啊 打得只是下手 真正配方下料的是我们师父 对啊 师父在哪儿 快请他来 我们的师父就是 季晓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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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